我们现在我想要来介绍一个主题 就是说在很多的简报里面 其实我们习惯性都会放很多的文字 可是这个文字一点都不好 最好是把它转换成Smart 那转成Smart 我建议可以去用到两组 三组的Smart 这样子的一个教学 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 首先我先挑一个中华电信什么488专案 申请的例如说程序好了 例如说中华电信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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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漫游 实陈 有没有什么是跟时间有关系的 中华电信的一个严格 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就随便找一点资料 你看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室内电话 有住宅客户跟非住宅客户 它这边是有相关的数字 还有关于网络的客户数 宽屏的客户数 假设我想要把它做成简报 做成简报 我会怎么做呢 首先 首先 假设我们讲说客户的分群 所以假设我现在要做客户分群 客户种类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先新增一张新的投影片 然后接下来 我刚刚这里面是不是有翻 就是电话的用户 像例如说电话 贴上 然后接下来就是网络网络的客户数 到这边好了 贴上 还有宽屏 宽屏的用户数 好 请问一下 通常这样子的一个资料 好 例如说中华电信客户数 通常这样子的资料 你就用文字来去呈现 那如果说我们把它换另外一种方式 你可以把它用成表格 用成统计图表 但是也可以把它做成 例如说SmartArt的方式 所以怎么样把它换成SmartArt 滑鼠右键 转换成SmartArt 然后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我们多介绍几个SmartArt 你看在这里 我们是不是可以发现 全部里面 我蛮喜欢 我在清单里面 我用这个 清单的倒数 第二列的第三个 垂直刮骨清单 垂直弧形清单 确定 可以吗 然后稍微把这个缩小 那相对当你今天缩小的时候呢 当你今天缩小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整个这个形 整个这个形 这个字啊 也会跟着缩小 可以哦 就是当你今天要介绍这个中华电信的客户数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那个蚊子转换变成SmartArt 然后在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我是在维基里面找到中华电信 然后接下来因为你可能还会再多做一些解释 像例如说这里面的室内电话 是不是分这两种 所以我又把它复制 贴到这里,直接只保留文字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还有网际网路 他这边也有把它区分 网际网路就没有 然后接下来是宽屏接收 他是不是有分这三种 复制 然后一样贴到这个地方贴上 然后这个是一列 中间那一列 中间那一列没有 我先暂时暂时放一下就是网际网路 嗨内好了 网际网路 嗨内 好了 网际网路 嗨内 好 所以我等于是说我要变成他的一个辅助说明 所以这个时候一样也可以滑鼠右键 转换成Smart 只要你有那个文字 文字方块 你就可以转换成Smart 然后例如说我现在用那个比较单纯的清单一个一个呈现 由上往下呈现 由上往下呈现 一个呈现得真 接成 我还是用清单好了 清单里面 例如说我用 我看全部里面的里面比较适合的 这就好了 这有确定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两个怎么样组合在一起呢 这两个组合在一起 我就把它拉高一点 就是拉成跟这个一样高 这样两个是不是就组合在一起了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像这个物件的话 我们去变更色彩 变更成三个不同的颜色 然后做成 例如说 这种立体 然后放在上面 然后下面这个 这个物件我们只拉长一点 这样我们是不是等于说两个物件结合在一起 然后分别 然后分别来去呈现说不一样的Smart 可以了解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吗 我只是希望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有一组的Smart 例如说 再举例 这边是不是服务的项目 服务项目有什么 数据 数据加持服务 还有这个吧 Sweet 我就再举一个例子 像这个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你刚刚是不是这边有很多 像例如说行动通讯复制 贴上 除了行动通讯还有什么 行动通讯 行动通讯 还有固定通讯 还有网继网路 还有数据加持服务 数据加持服123456 这个Sweet也算是数据加持服务吗 因为我记得它是免费的 不用钱的 然后 放心播还有音乐 那这些应该都是数据加持服务 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我把这个服务项目 我想要做Smart 滑鼠右键 转换成Smart 然后假设我今天换成 换成 这个 确定 你会发现 我的第四项第五项都没有出来 有发现这件事吗 那你怎么样让它跑出来 这是不是你就必须要学会的 那 假设 假设我现在要让它跑出来 第四 我们再加一项好不好 行动通讯 固定通讯 网际 网络 数位 国际电话 好 国际电话 国际电话 那你看哦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要怎么样把这两项画出来 对不对 怎么做 所以我们先把这两项剪下来 剪下来 会剪下吗 常用底下的剪下 这边是不是就没有了 这边就只有三项 这边是不是就没有了 然后接下来呢 直接 直接在这边贴上 直接保留文字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国际电话呢 也要做转换成Smart 转成Smart 转成Smart之后呢 选刚刚那个磁轮 我们在全部里面 这个 它是属于流程图 流程图 好 确定 就假设你喜欢这个东西 我们就把它做成磁轮 请问这样是不是就等于说是 做出来五个了 你不要以为说 他就只能做三个 或两个 或一个 他可以做五个 可以吗 那前门先做到这边 因为我还要告诉你说 其实Smart它还可以再做一些修改 它比你想象中可以做更多的东西 会不会做出五个 这个我先换颜色 那你会说 我想要换成几种不同的颜色 你看一下 如果说这个物件越大 这个物件齿轮要是越大的话 它的这个转动 转动的是不是越大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因为它好像感觉它变成隔阂了 所以这个物件的位置 是不是要转一个方向 可以吗 就是你在做这个组合的时候 你不能把这个当做是那个障碍 你应该是 让它彼此之间是要有 像例如说 这个 我就希望它 转到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 开始往这边转 好 还有就是颜色 颜色很简单 颜色 例如说我现在选到这一个 好 我想要去 改颜色 那我就直接在填满颜色里面 自己去找 自己去找 然后 例如说这个绿色太亮了 导致那个字不清楚 那我就去把这个颜色 稍微色暗一点的绿色 然后 接下来就是我要动这个箭头 怎么动这个箭头呢 滑鼠右键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群组 你要选到整个很大的这一个 滑鼠右键 群组 取消群组 而且 取消群组要做两次 针对这个物件 滑鼠右键 群组 取消群组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单独选到这一个了 来去做旋转 可以吗 好 例如说 改到这个位置 那相对的 相对的 你做完之后 这五个 这两个 是不是又可以再群组起来 所以 选 选到五个 然后群组 组成群组 那 接下来呢 这个物件 这个物件 我希望把这个黄色 旋转成这个 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呢 我就选到它 滑鼠右键 选到最大的 滑鼠右键 然后群组 取消群组 再针对这一个 取消群组 要做两次就对了 然后接下来 旋转 好 那相对的 这个位置 是不是也可以移动 当然可以移动 好 所以当你解散群组之后 都是各自独立 看你要怎么移动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变成 它其实是还蛮弹性 可以让我们来去使用它的 可以吗 好 我之前我还教过 其实 那个插入符号里面 插入符号 还有很好玩的一些特殊符号 也是可以做类似这样子的动作 好 只是给你们参考一下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呈现 是不是可以更加的去灵活应用 在你们未来简报上面 记住做完 最好是把它群组起来 发出右键 群组 组成群组 然后才方便 让我们去搬移 记得哦 如果说这个颜色已经换成橙色 所以这个物件 这个物件也要换颜色 填满 可以用该门参考 因为那是一致性的设计 不要让别人感觉 你的物件是重新组合 但是没有按照一定的色彩的配置 我大概把简报已经做得比较漂亮一点了 我们现在要请你学就是 我们现在这一份简报呢 如果我想要把它做成 比如说国际的会议里面要展示出来的简报内容 所以呢我先稍微加一点转场 那转场让它看起来比较 比较稍微不太一样 比较稍微不太一样 好吧 那反正我就用一个立方题好了 来去呈现我的简报 这张不要好了 大方 然后成功简报关键篇 好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 因为我记得这一张应该是一个简头 简头 各位应该可能有印象了 不过 我觉得说 反正我现在是要开一个那个重点是在 开一个国际会议 那国际会议的简报 那我是放在第几页 好 线上展示 已经到最后面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做线上展示 线上展示 它就是在投影片放映 线上展示 可是当你在做线上展示的时候 对 那这边稍微换一下名字 这个Terry T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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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好选 好 那假设我现在是这样一个投影片 然后我要去开一个国际会议 让大家都看得到 请你们现在就稍微想象一下 想象什么呢 想象你现在不是在高雄 想象你现在在你工作岗位上 可以了解 你工作岗位上是不是有电脑有萤幕 对不对 然后呢 我现在我只要寄给你一个网址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透过那个类似像Live 我们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 或是你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那我们就可以开会了 好 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它叫做线上展示 所以点选投影片放映 线上展示 可是以下动作我们都不用做 因为它要求线上展示 一定要有Harmail 一定要有一个Harmail 好 所以你只要看我做就可以了 我要开这个线上会议 做给你们看 所以点选连接 连接 连接 好 然后呢 你们应该被要求输入一个Harmail 可以吗 我因为已经登入了 我因为已经登入了 好 有看到这个 点live.com 这是微软公司它的一个云端 然后暂时让我现在的这个简报 放在它的云端上 然后接下来我现在要复制这个连接 复制这个网址 复制这个连接 这个网址 好 我现在做给你 好了 你要怎么取得这个连接 我现在把它放在网路上 放在那个 我放在一样产品里面好了 这是它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创举 你现在先不要做 因为你现在要准备去下载 下载我一个档案 要取得那个网址 我放在产品里面好了 可是它只能用一次 等一下我一结束国际会议 那个网址就没有用 没有意义了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已经放在产品里了 麻烦请你们去下载 会下载吗 例如说 到https 冒号斜线 斜线 go.gl 斜线 YTZ 大写的R X 大写的T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office 日常工作的整合应用 成品观摩 麻烦请点这个视讯会 或者是 你不要点下载 你不要点下载 因为它是一个文字党 所以麻烦你点这个 直接点这个视讯会议 然后重点我是要这个网址 不能编辑 不能编辑 还是可以编辑 还是可以编辑 就是选到它 不能用滑鼠右键 但是可以用快速键 Ctrl加C C Ctrl加C 复制 然后贴到这边 贴上 你就会正在等待简报开始 可以吗 我看同学跟上了吗 正在等待简报开始 未来真的都是这样 这样在开会 我在NH 我在美国卫福部 我们一定会去跟几个不同的国家 来去交流 或是你做教育训练 很多都用这种方式了 好你看 当我是主办的主办方 假设我是 我这边 你们就是各个经销商 各个分点 那我这边 我是台北总公司 中华电信总公司 我要开一个会议 这个时候 我就说 倒数一分钟 那你就是大家都约定成熟 几点几分 要到什么 什么一个平台去搜 收刚刚那个网址 你收到那个网址之后 你就可以准备开始 看到我的画面 看到我画面 接下来你是不是还要想到 听到我的声音 那国际电话 或者是那个电话 至少你绝对可以听到声 像LINE不是有那个群组电话吗 对不对 所以这都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这对于中华电信来说 真的中华电信 应该要有一个历史感 像那个我们地理 地理资讯全部都是Google拿走了 应该中华电信在这个地方要结合 会比较好一点 好 你看哦 我这边我就点启动简报 好 有看到吗 有没有看到第一页 有 好 例如说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什么时候 然后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OFIS40招 OK 继续了 这个国际会议的开访一定要会 然后我按一下Enter 它就切换到第二页去了 请问你刚刚我在转页的时候 你有看到那种效果吗 上面那台是真实简报呈现 下面你自己的萤幕是 看国际会议时的画面 我再按一下Enter 你看看 就是切换到下一页去看看 那两个萤幕有没有差别哦 因为你越了解这个国际会议怎么开 然后画面有什么差异 这会牵涉到你制作简报时 要不要做一些转场特效 你有没有发现它没有转场特效 你看不到转场特效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吗 好我想你们应该都懂了 所以这两者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差异性 所以国际会议 国际会议的话 你可以不要做转场 但是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提醒与会的人员 例如说切换到下一页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提醒大家 我们现在看第几页 所以那个页码很重要 因为页码是方便别人可能在会议的时候说 例如说你知道如何快速跳到 例如说别人想要问第八页 怎么快速跳到第八页知道吗 例如说现在是不是第三页 好我现在是不是在第四页 现在是不是在第五页 那别人说能不能请你回到第三页 请问怎么回到第三页 对三Enter 对三Enter 三Enter 你看 对不起 这边我就要按4了 4Enter 可以了解吗 因为它这边应该是中间有一个空白页 好 请问一下这就是国际会议 可以了解 那结束 结束怎么做 当我现在我要结束这个国际会议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 就是习惯性 简报停止播放按ESC 我们这边也是按ESC键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有一个叫做结束 因为现在是在线上展示 所以点选结束线上简报 我们就可以结束 然后你若继续正在检释此线上简报的每一个人将会中断 所以点选这个线上结束线上简报 点一下 你看看你们是不是就全部都中断了 然后你要不要再试着用刚刚那个网址 你已经进不去了 刚刚不是有给你请你复制 然后贴到那个网址列吗 你现在已经进不去了 因为它就只有一次性 它就只有一次性的使用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我的意思是说简报已结束 然后接下来我们刚刚不是在这边复制贴上吗 他说没有简报可用 所以这点是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他说请和简报者确认或再试一次 再试十次都是这样子的期货 所以这时候应该是要跟那个主办方 联系一下我收不到任何的简报的画面 对不对 那请问你除了简报你看到画面之外 你是不是还希望听到声音 可是呢 他在这个地方怎么样让声音出去 其实在这个地方 他应该是直接要结合Links 就是与会的人是不是就直接到Links 然后来去做 来去做所谓的一个就是声音的传播 好 这是要提供给你参考的一个线上展示 我就介绍到这个地方结束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要介绍我提供给你的最后一个叫做视讯 诶 不对 我要先录制录制影片 好 我们来教你荧幕录制 荧幕录制 请问一下 你知不知道像我现在我有用一套软体 我有用Cantastia这一套软体来去做录制我的电脑教学画面 而且他会帮我将我的游标凸显出来 好 让别人知道说 我现在讲的地方是在电脑画面的什么位置 那我接下来呢 我想要教你们如何去做荧幕录制 还有那开始录制跟结束录制 那这部影片如何去把它存放 请稍微注意一下 当你今天录制好的影片 他就放在这一份简报里 例如说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那是这一页 对我就记得我有做 好 我们新增加一页 所以 点选 例如说第五页的后面 然后 请做 常用底下的新增头影片 我们来介绍一下新功能 新功能 所以呢 我录制一段影片 录制一段影片 然后去方便 来去做说明 而且这会包含声音都会录制进去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如何做荧幕录制 所以请先新增加一张新的头影片 然后接下来麻烦点选插入最右边 新功能 一目录制 第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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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先设定 设定那个 录制的区域 你现在游标应该是一个十字大小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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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点它 我要录制的就是 这个 这个区域 可以吗 然后接下来我就点选 录制 就是 它说 按一下那个Windows加速度加Q 可以结束 那 首先 大家好 我要跟各位介绍一下 今天的一个活动 是中华电信488方案 然后呢 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个优惠 我们来看一下 有哪些优惠呢 好 那以上是我的一个活动的 一个内容说明 那我们就先暂时介绍到这边 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跟关注哦 好 那假设我现在录完影片了嘛 对不对 录完影片了 我是不是要结束 结束萤幕的录制 所以 我就用Windows Shift 加Q 好 那 刚刚做的那一部影片 就在这里 你看哦 可以吗 我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就有了一个影片在这个地方 而且刚刚那个画面就整个被我抓下来了 请问一下哦 以前 其实它有类似的功能 但是我觉得它现在做的 会更好一点 记住 当你今天直接录制 可能的结果就是 产生出来这部影片 那这部影片 你是不是希望把它另存 滑鼠右键 另存媒体为 就可以把它存到 例如说 你自己的一个影片档案 例如说 我现在我就把它暂时存放在我的 那个 范例里面 然后媒体档案 取一个名字 取一个名字 比如说 中华电信 488方案 好 然后点选 储存 我们来看一下哦 刚刚我存的地方是在低止跌机 这个488方案 8MB 快速点两张 它是一个MP4的影片 它是一个MP4的影片 可以吗 这样的话 其实那个 你就 不需要再去额外的去 花 就是 花钱 再去买别的东西 包含声音 都录制进去了 好 所以到时候 也会听到一点点 那个 中华电信 488方案 的这个 促销 OK 以上 我介绍了两个在简报里面 我觉得还蛮不错 蛮实用的功能 尤其对于我教学来说的话 我假设我要去开一个 一对一 远距离教学 或者是我要去做 那个国际的会议 你不需要两个人聚在一起 你可以进行 现在我现在说的这种方式 对方就看得到画面了 还有就是 你可以把电脑画面 录制起来 这样子的话 把自己的声音也录制起来 你要记得一定要有那个麦克风 麦克风 你这样就可以录音 录好之后 把这个影片 另存 然后 看你是要怎么样去使用 就会产生这样一个档案 我们今天早上呢 跟各位分享的内容啊 大概大概就是 例如说 几个很重要的地方 例如说 在 沃德里面 那个 标题 标题 在沃德里面 这个图 一般的那个大钢目录 还有标题 图目录 表目录 这些的制作 还有那个页码的正确设定 其实都很重要 值得你回去 再把这个 假设你要做一个大的计划 千万不要用涂法练钢 一页一页在那边修改 非常非常辛苦 可是就是要用 我今天所介绍的这种方式 把图表目录 都加进去 这样对你们的工作效率 才会有正向正面的